你偏食呢 对白巅指导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对儿童的白巅峰 它这个偏食呢 就是造成营养不均衡 营养不均衡以后呢 影响你的身体发育 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鸡铁免疫功能下降 这样子呢 就是说你抗病的能力也下降了 比如有的小孩呢 就是挑食不愿意吃鸡蛋呢 或者鸡蛋黄不吃啊 有些肉啊不喜欢吃啊 他觉得吃瘦肉的三牙缝 他挑食不吃 有的不喜欢吃青菜 这些呢偏食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还有一些儿童他不愿意吃粗粮 杂粮 杂粮呢他觉得不好吃 喜欢吃这个白米饭啊白面啊 这些东西就精细的食品 还有些这个奶油蛋糕啊 这些东西 这个造成偏食 也是这个还有一些这个 坚果类的东西 有时候也不吃 会使我们体内这个 维生素啊 微量元素啊都缺少 缺少的话呢 对这个黑色细胞的这个 就是产生黑色素啊 黑色素的代谢都会产生影响 不利于这个就是白颠峰的这个疾病的恢复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 家长对于这个就是儿童白颠峰啊 这些患者 一定啊就是饮食要这个均衡要全面啊 不能说是 喜欢吃哪一种 你就是只给他吃这一种 对吧 什么饮食呢都要吃点 饮食要稍微要杂一些啊 这样子呢对疾病呢 谢谢大家